数十位上了年纪的原住民 在烈日下等待唱名 才能进入总统府 参议文在八月一号 以总统身份向原住民道歉 但仪式过程却引发争议 连歌手张正月也在脸书上开炮 形容像是皇帝清典 叫原住民上台接受道歉 实在畸形 而在当天想把部落的新生 送交到总统府 却被警察阻挡在外的部落青年 同样气愤难耐 你非常忙 我们帮你手机部落 把每个议题带过来 你是什么态度啊 非常大的总统 非常渺小的猪人 是道歉的样子吗 原住民更加不满 蔡英文针对原住民转型正义 表明说会设立委员会 却没有失职的调查权 要如何还原真相 原本打算待在凯道长期抗争 下午蔡英文突然现身 给予原住民歌手把奈一个大拥抱 聆听原民们的诉求 把奈哽咽表示 要政府给予真正的转型正义 蔡英文也做出回应 我们就是被骗很久 一直被骗一直被骗 到这一次我都觉得我在被骗 我们先开这个委员会 无心所远的 可以做很多心所远的 那要修法呢 要做后千所远的 强调没有法源 因此现阶段原住民转型正义 只能先设立委员会来处理 蔡英文也邀请原住民 进入总统府开会 一同为原住民转型正义 来做努力 我们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们是政府主持人管中相灿烂时光会客室呢 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公民行动引计论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视讯的节目 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呢会在公库的网站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喔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其实如果你长期关心公库或是PNN的网站的相关的报导上面 你应该知道我们对于所原住民的议题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喔 那在8月1号呢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喔 就是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破天荒的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面 或台湾历史上面第一次用总统的身份 来跟原住民族道歉喔 那这个道歉不管是在仪式上面 或是内容上面 当然啊虽然他很有跟过去的这种 所谓的执政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在一些部分上面 其实内容或者是仪式上面引发 原住民族朋友的一个非常大的不满喔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满当中 在8月3号的时候 其实其实在更早之前 有很多的族人也都到 总统府到凯道前面去抗议 都一直到了8月3号 蔡英文总统呢 让大家觉得非常讶异 他走到了这个抗议的群众当中 来倾听来沟通 这些所谓的原住民族 团有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喔 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是如何 其实到目前为止 似乎是暂时告一个段落 但是时事上面原住民族 所提出来的内容或是意见 是不是真的得到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所谓的认同 或者是之后会怎么做 恐怕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再进一步的关注 现在在节目当中 非常高兴的邀请到的是 马耀比后导演 来这个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 马耀你好 东想常常时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想要特别要先问一个问题喔 总统道歉这件事情 对于原住民族是多么重要 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是400年来第一次 他愿意承担这个是台湾 立场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而且他道歉的内容 我们都读得非常感动 虽然那些错都不是他做的 他愿意承担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希望 呃道歉文前段 道歉的部分的内容 可以让小学高中的朋友 不同的形式可以理解里面的内容 转换成总统的文章放到 教科书不是很好 但总统里面内容的观点的部分 可以让小朋友就开始读得到 那各个机关 对过去历史的角度 希望能够新的这个观看的角度 去做施政的一个指标 某些事情承认 已经道歉了 表示那些是错的 在未来施政上各个部会 都要以这个为指针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有这个道歉之后 和解才能够开始 这是很重要的开始 你刚才被谈到 在前半段的道歉文 你们是比较蛮 那显然在后半段 一些比较具体的 这个做法上面 是有一些意见的 也许我们还是先来谈 这个前半段的道歉文 你觉得这前半段道歉文 他有什么样一些特点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是过去执政者所没有的 或者说他们所道歉的内容 为什么你们觉得 这是一个重要 而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甚至你会觉得 应该在教科书上面 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在像过去的历史 光时数来讲 128个小时 我们只有3小时 3小时扣掉 考古我们只有活着1小时 除以20个族群 每个族群不到30 这是时间的部分 那角度的问题 我们是不存在的 我们是 毕露燃雨一起山林 被人家压过去的人 而且不能够吭声的 我们要成全大局 我们是不可以有自己的角度 不可以声音 这些即使被欺负了 也是不存在 而且被欺负之后 觉得说这样 我们认同这样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面 我们都变成 笼子里面的鸟 而且觉得 在外面会飞的那种 才是有问题的鸟 所以这样的教育对我们的 心灵的残酷是非常非常的 严重非常严重 而这也是很多 在反克刚运动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所谓台湾史观 或者中国史观 其实原住民族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表达过很多的意见 但是其实在媒体上面 或者在一般的社会大众 恐怕不是那么的在意 不是那么多关心 而回到克刚的本身上 或者是课本里面 就刚刚谈到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嘛 就是从所谓的 过去的壁路栏里 蛮荒时代一下子 就突然间不见了 然后就到了现代的原住民族 等等的中间 有非常多的过程是不一样 那道歉文的本身 是有办法去弥补 这样的不足吗 或者说他对于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是这种史观 有什么样的反思反省的地方呢 他不是不足 是立了一个角度 看见原住民 而且愿意承认做错了 这是个开始 那错了怎样是对的 怎样是对的 看各种版本没有关系 至少是知道那是错了 对的原住民 也可以写自己的版本 不同的教科书 不同的角度都没有关系 大家各自开放 但确定是过去 叫各说那个说法是错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很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事实 当然它是可以各自表述 我想说事实的本身是 相对是在客观 可是观点的本身 事实上应该是一种 更开放的 不管是从一个汉人的角度 或是原住民族 甚至原住民族里头的 不同的这种所谓的角度 都可以在这个课本里面 它都可以共同的去呈现 那当然在8月1号的这样的一个 道歉的过程当中 其实原住民族是不满意的 就是特别是你们或者是 包括走了这个一个月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为历史而走的 这些朋友 包括巴拿也在总统府前面 其实在7月31号就已经开始 有一些抗议的行动 为什么你们对于道歉这件事情的 本身是有一些意见 或是觉得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是有些租人走了一个月的时间 700多公里 走过了三十几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还有签名 想特别是 而且这些都是针对土地的议题 希望把这声音能够传给旧谷 但是连旗子都没有送到那里去 送不过去 所以希望能够把旗子老人家新生 旗子送给他 希望土地的声音他可以听得见 第二个是针对道歉的仪式 几十位也蛮多是年纪大的老人家 在那边一一唱名点名 点完名之后你才能够走到高高在上的 旧谷站在很高的地方 这画面这样的呈现 不大像是 有点像曹共的感觉 完全比较没有那种羞耻的感觉 真的道歉的形式上 即使是这样 如果他在底下做的话 其实意义就不一样 我们是平等的 其实被道歉的 应该位置是比较高才对吧 所以这个形式上 那当然像白奈德他就觉得 这样的形式不是很原住民 那原住民什么叫原住民形式 那他去排完族 刚好秋谷是排完族的 他们本来这种道歉和解的过程 用杀猪是可以解决的 你透过一只猪的生命 能够如果能够取得你的宽恕的话 用他的生命 灵魂生命的交换 可以取得你量解的话 例如这只是一种形式之一 那各组16组可能不同 但你每年可以针对一组 用不同的形式去做 或者是会比较好的形式 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 其实某个仪式的部分 他其实后面反映出一种文化的价值 或者是他可能反映出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你刚刚谈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汉人的 比如说过去的帝王时期 当然这样的说可能稍微的过分的一点 可是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回到 那个原住民族仪式的本身 那基本的研究或是整体的幕僚 恐怕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为什么会没有 是因为在脑袋里面是完全不存在这种思维吗 但他们的幕僚有说 他一来在政界部份 他承认是错了 他们承认是错了 就光这个位置就不大对嘛 应该是走 那个已经过去 但是幕僚表示真的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都会有问题 后面的事情 我们就无法相信 回到这个形式 所以这形式 可以那么多个部落 每年真的到一个部落去做 就可以解决嘛 这边杀猪 那边杀不同的 用不同的道歉和解的仪式 每年去做在不同部落 做完十六足 或是一年做两足 早上做一场 下午做一场 族人会有感觉 族人才会有感觉 但是现在这种做法是没有感觉的吗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 他甚至觉得说 为什么总统要跟你们道歉 这一块 当然是整体社会 因为他才第一次讲 这个内容大家 因为跟过去四百年的角度 四百年太长了 至少这七十年就好 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整体社会面对政府 要跟袁建民道歉 当然有很多的恐惧 当然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 因为才第一次发生 在二十四小时内 所有人都无法 因为过去大家的认知 每个人的认知三十年 五十年 其实都是这样子 一夜之间想一上 要说道歉 我到底错在哪里 这不是我的错 所以这个 甚至很多全面是国民党的问题 或是日本人的问题 为什么是民进党的问题 包括袁建民 其实自己也是一样 会有某种的恐惧啊 中央要道歉 那过去那个伤害 我已经演示了 我已经转换了 我要称为 我已经工程民 就你要把我过去 家里不好的 不好的事情要说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 原住民自己本身有某种的恐惧 你的意思是说 原住民的恐惧 会是来自于 他必须要重新的面对 过去的伤害 那恐怕这个伤害对原住民 本身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没有能力 或是也不愿意 甚至不敢去面对 是啊 两边都有很多的恐惧 因为不确定不稳定 都只说道歉 到底谁对谁错 谁说的算 以前都是政府说的算 那这次到底谁错的算 当然在这仪式的本身 是对原住民族 特别是当天 在总统府前面去过夜的朋友 是非常大的不满 那但是其实8月3号 总统也不错 其实走到了这个族人的 这个群体里面 然后看到法赖 就开始的去拥抱他 这样的仪式 你们是满意的吗 那下来 那时候道歉 其实大家这样子 大太阳走上去 那个仪式 我们刚刚讲的八月 他当天嘛 那3号他愿意走下来 基本上是 有谦卑的部分 这个谦卑是有做得到 那他接下来 下来之后也愿意请听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们那天的诉求 是讲到调查权 是那个 他没有承诺这件事情 所以也没有太 很好的回复给我们 所以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继续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还是要坚持 要有调查权的促转条例 而且促转条例 要跟原住民有关系的 嗯 不是只有威权的促转而已 那么现在民进党团 根本就没有原住民的促转了 嗯嗯 在这个所谓的 蔡英文跟族人见面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看了这个 你做的这个直播 那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你刚刚提到 他相对之下 在态度上面 跟8月1号是很不同的 然后 也非常谦卑的去面对族人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自己对民进党 这种长期观察 包括过去在 陈水扁执政的这个年代 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政党 就是他在于 这个民主的程序上面 他事实上都会做得很足 因为毕竟他相对国民党 是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党 而且他也懂得 这个民主的程序 是很重要的 可是程序做足 不代表他的 这个所谓的价值观 是改变的 也不代表他的本身要 做的这个是 他承诺就一定可以落实 所以 例如说我们看到 服贸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当时也是反服贸 可是其实在骨子里 恐怕是还是必须要 现实的面对 两岸之间的服贸 之间的关系 可是在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当他执政的时候 其实还是觉得 服贸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你们 做出了这个比较表 就是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跟现在包括228 或是相关的 促转传递 是有一些不同 可以告诉我们 在你们自己的观察 或是从总统的宣誓当中 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地方吗 大概在一年多前 我们就知道 结果要跟原住民说道歉 我们就非常非常期待 18年来第一次 非常非常感动 这内容的部分 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做法 道歉之后 要怎么做 做什么 然后看来之后 如果简单看了 好像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差别 怎么说 那个名字名称 大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国民党实在也提过 类似的名称 对 名称嘛 什么 延期法 妥害法 名称都蛮相近 但是 如果 这个8月1号之前 他们 结果在8月1号之前 他们已经 不当胆产条例 已经删读通过 对 在这个8月1号之前 我们这个道歉 就变得很没有意义 怎么说呢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还在道歉 那我们说道歉 我们要求他们 刚刚很多人说 给他们时间嘛 他们才刚上任两个月 刚上任两个月 怎么可以 删读通过不当单产条例 表示他们之前 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 那他们不愿意承认 他们完全没有准备 要做这件事情 表示说道歉以后才开始启动 但是其实这样会不会太过于严苛 人家还是在做了这件事情 不是吗 是 那我们那第一件事 那是不当单产条例 好 那他们的促转条例 也一读通过了 那民进党团有 这个促转条例 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 没有处理原住民的事情 那民进党团 有没有要推原住民的促转条例 没有 好 那他们要推的是什么 那就8月1号晚上 他们要推的是 推原住民族历史争议 与转型争议的委员会 那他们要对的是 促转条例 这两边比较 他们就是有法源 我们的没有法源 他们的有预算 当然有时候有啦 但有当然是业务费 什么交通费 那个没有意义 最重要的 有没有调查权 OK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 我们现场来看这个差异 那事实上在那天 蔡英文也针对这个所谓的差别 做了一些回应嘛 那你们怎么去看蔡英文所做的回应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日前行政院紧急召开记者会 宣布业后实施七休一之外 并将旅游业 媒体业 与大众运输业 排除在外 引发媒体工作者强烈不满 8月2日上午 十多个媒体公推团体 前往行政院抗议 控批政院有些劳动基准法 把特例当通例 并要求实职周休 北市山总总干事 陈淑伦痛批 政府不跟劳工协商 只听资方片面致辞 强调劳机法是给劳工用的 不是给劳办用的 媒劳权小组成员宋小海表示 获取许多资方不足不尊重劳机法 让劳工陷入超时过劳的状况 今年仍有个案不断发生 他呼吁媒体工作者 应该要团结起来 位于台中后车站的台铁宿舍群 是多个文史团体认定 富含历史意义的建筑 却于8月4日遭开铁管理局动工拆除 8月3日 台中市旧城复兴协会 申请将宿舍群列为占定骨机 市府受理申请 并于4日中午发函给铁路局 然而铁路局认为 暂缓不是暂停 仍于下午与包商将宿舍突袭拆除 强面遭拆去大阪 台中文史复兴组合发言人蔡晨允 难过地表示 台中是因铁道而生的城市 如果没办法将铁宿舍保存下来的话 台中历史就会少一片很重要的拼图 然而 就算宿舍经过审核成为骨机 也遭已满目疮痍 处境尴尬 欢迎再次回到《三人时光会各自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刚才我们的大元宅里头 velocidad 我的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有关于期休一哦 原本这个劳委会说这个做七天 他做了六天之后 他必然会有一天的休假 但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月底呢 其实又政策急转弯 使劲的发夹弯 我们也看到他会觉得说 少数的这种所谓的行业 包括媒体包括运输 包括观光业 他可能要再有两个月的时间 再去评估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状况再去做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者 或者是这些 这些所谓的资方所提债的理由 但我们知道在某些特殊的行业 特殊的工作 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必须要 他最好的方法不是政策指定 去认定什么是问题 他必须要跟工会 或是跟劳工去协商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这些提出来的问题 恐怕在现实上面 都只是一种技术的问题 就是你有可能加派人力就可以解决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资方似乎在这个部分 是不太愿意去 提出这种所谓的解决人力问题的 这种方法反而是要去紧缩 或是增加这些员工的工时 那这是我们要持续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谈的是 蔡英文道歉的这一件事情 在节目市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是纪录片导演马耀比 马耀你好 董翔各位 灿烂时光朋友大家好 感觉昨天有宿罪 可是最近太累了 就是我们刚才问马耀一个问题说 那个为什么这个8月3号 蔡英文来去见你们之后 看起来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和谐 可是心里面你有很多的话想说 但是其实并没有说出来 他说因为大家好几天没有洗澡 那的确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抗争 他花的心力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这种长期数百年来的 这种原住民受到压迫 受到挤压的这些问题 我们刚刚也回到一个 在现实在实物的状况里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表格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 这一种所谓的不同 可不可以请你来告诉我们 在所谓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机构 跟目前已经这个 一个大家比较关切的 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是法院 这边只是个作业要点 他们自己要是怎么设就可以 这个是经过国会授权的 一定会有比较高的 对比较多的权力可以去做 第二个要做事情没有钱是很痛苦的 所以有法员 那个禁费预算是很稳定的 那这边可能就是东罗西罗 一点点小的做 那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调查权 嗯嗯 这样的调查我们要传换人的话 他不来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 其实特别是传换 政府部门传换国防部 可能国防部都不愿意不去 都 你都没责 或是领务局 特别是总统府 可能是一个行政的权利嘛 他并不是一个司法的权利 对 所以如果要经过司法权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陈立委员会他必须有国会授权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进入司法两边有争议的话 谁来做裁断 嗯哼 对 所以第一个这种调查权 第一个是传换 嗯 第二个是调资料 那领务局资料不拿出来的话 对原住民自己来讲 我们没有资料 我们那你来凭什么来证明 那是你的 资料不在我手上啊 哇 刚我说资料我们没有 但是在日本时候的资料在哪里 也都在政府手里面 嗯哼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了调查权 我们才能够到达现场 嗯 领务局的地国家公益 我们根本进入聚目区 我们即使有资料 我们聚目区 对 我们还是不知道位置在哪里 嗯 所以没有没有调查权的话 不会有真相 嗯 没有真相 不会有和解 嗯 所以这个调查 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们的委员人数只有九个 那 原住民这个只是个作业要点 这个原住民的人委员会 人数非常多 非常的漂亮 但是重点是在 他们是无几职 嗯 你无几职 你要读完那么每三个月 看那么厚 那么厚的报告 你是不会有新的 嗯 你是要每天有工作费 认真认真看 他必须是一个专职的 一种角色嘛 对 这几个点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表格 在蔡英文8月3号 跟你们见面的时候 有拿给他看吗 比较没有谈那个 我那天没有特别跟他谈这个 因为那天我们想 主要想解决 妻子的问题 然后 把那也是他的好朋友 嗯 他跟他谈 然后他时间没有那么长 嗯 没有没有 我刚才谈到一个 他是有说到说 先做做看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来特别设立这样有 调查权的原住民促转条例 都也可太难看 但是对我来讲这种话 好像听了很多年很多年 这不是一个很空吗 就是做做看 我举一个例子 像 转型正义后启动了第四天 嗯哼 保七立了一个大功 对 因为在道权委里面 有要处理猎人的 被一直被逮捕的事情 结果 转型正义第四天 花林保七又抓了一个猎人 嗯 所以 政府部门 我们不能够相信 就是这样 那这底下过 没有也没有关系 但是在小英的道权 我们刚才讲很感动 嗯 但是有一个处理猎人的做法 他们说 针对 有来 去抓了 非保育类的这些案件 他们会去处理 嗯 但是在司法院的数字里面 那么多个上千个猎人的被抓的 没有一个是抓 非保育类的动物 嗯 你看 政府部门那么多人 即使到中共的高层 那么多人在写这些事情 都会犯错 嗯 如果你没有一个严格的调查 就好好去行使的话 政府机关自己行使 自己做调查 我们不会相信的 这样的话 我们绝对不想 不要浪费时间 嗯 你又试试 试到怎么样才是好 为什么一开始就选对的路呢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 我们做做看试试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奇怪的 就是这个感觉是一个 跟朋友之间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看看怎么去做 那当然他愿意做一个朋友 这其实是一个进步 嗯 那但是其实回到一个国家 的政策或是回到一个 呃政府的这个首长 总统的这个角度来讲 恐怕还是必须要回到 那个制度法律上面去做 不过我觉得一个比较 疑惑的地方就是 呃你刚刚谈到说 在总统的这个 所谓的道歉文当中 我提到说如果是 呃保育类啊 非保育类的话去 呃是可以去打猎的 是可以去 就是所谓的猎人 可以去执行他的 这个所谓的工作的嘛 那会不会其实总统或是在这个写文稿的人本身就存在的这样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是说对啊可以去做猎人啊可以去呃捕猎啊 但是保育类不可以 非保育类才可以 就是他回到一个所谓的呃 呃所谓的环境保护嘛 这个动物保护的团体可能也会有意见啊 或是维持到生态也会有意见啊 说明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总统的那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 从一个环境的角度 从一个动物保护的角度 这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吧 对很多人来讲 对对原住人来讲 怎样哪些是该保育哪些不该保育 那现在的 不是被保育的动物只有山猪跟飞鼠 嗯那其实只要是住在 呃小山山丘附近的 特别是花莲台东 猴子都非常多啊 嗯受伤即使那里原住民很少 受伤的猴子比例也是太高了 对人都有危害 何况是对玉米 对那些水果粥 这个危害 那我们是不是要国家赔偿 嗯所以林武局 水路在山上量也是太多的 我们的植物都受伤了 嗯跟人啊 跟原住民都没有关系植物已经动物水路的数量已经超过高 让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 嗯 所以这个 价值哪些要保 是保育哪些是不应该保育 那个量 我们现在的认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其实即使在程序完备的 即使法规政策也都制定了 但是其实它背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 就是 一个国家它其实上本来就会不同的族群 那即使我们在面对族群本身 可能相对这样是一个平等的 嗯可是是不是理解是很重要的 怎么就算你今天解决了这一个所谓的政策制度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今天在这个法令当中它背后反映的是 对啊某种的保育的文化 嗯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在原住民的社群当中 这个自然的生态它其实是会做自然的调节 你只要不要去烂肯烂法 不要去那种过度的放养 那恐怕是可以解决 这个文化问题怎么办 我再回到我待会会讲这个 我讲处理猎人 我们的猎枪过去 怎么可以跟大炮枪炮弹药条例绑在一起 猎枪是打动物的跟打人的绑在一起 那黑枪抓的很少 抓的猎枪抓的那么多 这个制度有问题 好那那一天进到中文府 现在讲到文化 这些被道歉的人到总统府之前 你特别是你穿主服的 你不可以佩戴你的礼刀 你是被道歉的对象 请你用我的价值 要我的安全的检查 以免对总统危险的安危有危险 是被道歉的人请你放下你的文化 放下你的礼貌 这没办法 就是你还是要保护到总统的安全不是吗 是那总统有那么难保护吗 有那么多的安全人员 那文化跟安全之间 跟这个跟前一个政府没有改变 政权转型的争议还是没有来啊 文化上这个文化细节 小刀都无法处理 猎枪都无法处理 大的事情可以解决得了吗 这个价值文化没有多元的想象 很不容易做的对 我们因为在内容上给的很高分 细节那个多元是很不容易做 我们也没有要求的那么高 我们在转型小教室也问一个问题 大家 你同意让穿族服的族人戴 可以做佩戴 佩挂 佩刀 进入现场吗 如果明年还是在总统府里面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考量 每次都为了因为安全 因为某种汉人的价值 原住民的文化牺牲 原住民的价值都要被牺牲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不是在制度法规 这数百年来这种汉人的 不管是在政治权利上面是一个优势 在文化权利上面恐怕也是一个优势 如果你真的是要和解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的是制度解决 可是恐怕现在在制度上面 对马耀或对很多的族人来讲 他事实上是不满意的 可是回到文化的部分 恐怕他又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所以我不晓得就是你刚刚特别谈到 所谓的总统的盗窃文写的很好 那他可以在教科书里面 把这些概念放进去 我觉得是不是更根本的是说 是不是在公务人员的相关的 培训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可能会执行到更多的这个问题 也应该把这些概念 这些文化的价值是放到这些 所谓的公务人员的培训里头 对这里面没有讲到 道歉文里面没有讲到 所以其实总统完全没谈到任何有关 怎么去解决文化差异冲突的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很难的过程 但这是个开始 我们对道歉很期待 就希望真的是在各个部会里面 都有这样的看法 像打猎那些 目前这新的法还没出来 这些抓猎人就是某些大家要先知道 先停止 不要再做 再做一个就让小英扣一次分 再加一个抓一个链 都是再扣一次分 某些就这个道歉很重要的就是说 可能原君明的促转 也还没出来 在没出来之前 这些这些已经有争议 你政府已经点到名的 打猎已经被点到 你就不要再做 不要再做很重要很重要 不过我们现在在这里谈的很简单 也有很大的期待 可是回到一个在行政体系上面 你要他们一下子做这么多的事情 会不会其实真的很困难 你觉得有什么事 你应该觉得是一个优先顺序 他可以去做的呢 其实原君明这个是真的是顺序 因为我们已经四百年被欺负到这样子 如果孩子是口头的话 很多老人家都已经进到棺材里面去 是不能够等的 那些人每个在敬怪之前都是郁闷而死 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痛苦会在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 孙子的心理上留下很不好的伤痕 所以是很急很急的要去处理 在总统的道歉文里面 其实针对土地的事情是没有处理的 没有面对的 1945年前的土地正义该如何观看 他说了是前面的错 那现在要如何处理 虽然有讲到部落地图 但是不够的 又没有调查权 那个土地老人家还是没有指望 他们闪躲了这一题 没有面对 土地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当党产已经处理了 对我们来讲 这些叫做不当国产 我们如何面对 没有给我们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解答 这个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切点 就是不当党产厂 它相对之下是一个在 整个台湾社会里头 是一种比较期待的 或者是对民进党而言 它其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选战上面 或者是它的价值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我比较担心的是 其实我们的执政者 或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相关的政党 在于文化价值 或者是在元汉的这种关系上面 还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 这种思考方式 对 这个部分 多元 所以我们就从一个很小的猎刀 一个配刀开始谈论 多元的价值很不容易产生 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很重视 每漏了一个 每漏了一个起来 猪人的心情上就很不舒服 形式上 你即使杀一条猪 其实都是会相对比较清净 猪人能够比较理解 当然东宝堂队来 刚刚也都是很好的对话 这个道歉是个很好的开始 中间的吵架 中间的愤怒 包括元汉之间吵架 把那一伤胎子出来之后 多少的绿的朋友 跟他绝交 跟他混交 那原住民之间 在那一条线里面外面 原住民彼此之间也都受伤 我们多少朋友是在 中东府那边 我们中间都是朋友 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和解 那文化的价值 如果在这里面 还是原住民被受伤的话 这个道歉会走得非常非常慢 如果我们无法对过去原住民苦难的历史 没有很好的认知的话 然后从情感上跟制度上 这个转型政业又做得不好的话 台湾不会做到和解 那原住民的伤也不会被疗愈到 我想相对于过去台湾的执政者 蔡英文约会出来道歉 或是也提出了一些规划的做法 我们这部分都必须去肯定他 可是在很多的细节上面 特别是文化的部分 或者价值的部分 恐怕有更多要去努力的地方 尤其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不同的聚落在不同的地方 开始多办一些所谓的对话的这种方式 不管是一种所谓的座谈也好 或者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经验的 这种所谓的交流也好 恐怕都是一个在文化上面 更需要去做的地方 所以除了制度 除了法规 文化的改变 文化的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对话 相互的沟通 也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马耀来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 再来请教马耀相关的问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 空中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缘子梦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